现在我们看看一下如果我们有AL跟Oxygen 这个AL它的Electron Arrangement是283 然后这个Oxygen它的Electron Arrangement是2.6 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如果我画283 其实我不想画里面的Electron,只是画外面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也不想画里面,画外面就好了 所以你发现到如果用红色来代表Electron的话 这里有1粒2粒3粒 然后这里我用蓝色来代表它的Electron 你会发现到这里有1粒2粒3粒4粒5粒6粒 然后这里就有两个空位 其实这个空位如果能够填满的话 它们就变成了Octet Configuration 就是说它的外面的那个Orbital 会有满满的发力Electron 现在你研究一下如果我用黑线来代表 这些Electron飞去空位的时候 我只能抽2粒红的去两个蓝色的空间 你会发现到还有一个红色的Electron 还没有被拉去空间 难道我们要丢掉它吗?不是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想办法给它一个机会 所以你在制造另外一个 不是说制造 就是说你允许另外一个Oxygen 另外一个Oxygen的 像我用浅蓝的颜色吧 所以看这里一个Electron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所以这个红色的Electron 我可以把它拉去一个空间吗? 这里的一个空间 空间我应该画颜色给它 所以这里有一个空间 两个空间 但是现在我们就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第三粒红色的Electron 已经去了浅蓝色的其中一个空间 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空间出来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一面的空位 不允许我们继续画下去 所以我们画一个新的画面 来我们一起看 如果你看Aluminum的话 再来一次 2 8 3 OK 所以我画1粒2粒3粒 然后这里Oxygen 2 6 所以我用蓝色 1 2 3 4 5 6 这里有两个空间 所以你看如果我用这个颜色来代表 把2粒红色去2个空间 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但是你发现还有一粒红色的Electron 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做另外一个Oxygen 所以我们用别的颜色 1粒2粒3粒4粒5粒6粒 这里两个空间 所以现在 这个红色的Electron有机会了 所以它就去了这里 但是你发现到 现在我们又有新的问题 就是又多了一个空间出来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再制造一个Aluminum出来呢? 可以的 你看 再制造一个Aluminum 我发现到 2 8 3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又画3个Electron 红色的Electron 所以 我又用这个颜色填满它 你看这里 填满这个空间了 但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 我又剩2个Electron 所以 我们再努力的想办法 已经有两个Oxygen了 现在又多出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1 2 3 4 5 6 你会发现到 这里两个空间 刚好有两个Electron 可以跑进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两个Electron 捐去这两个空间 完成这个使命了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现在有的是 这就是 三个 两个 Al 还有三个O2 negative 所以我们 可以写的Formula就是 这样 Al2 O3 OK Al2O3 可是 我们 难道每一次考试都要画 这样的图表吗 不必要的 因为 Al2O3 其实它有一种技巧 刚才是原因 现在是技巧 技巧就是 当初我们有 Al3 Plus的时候 还有O2 negative的时候 你们发现到 其实 它的技巧 就是 它直接把 号码 互相交换 转移 1 3 去另外一边 2 去另外一边 所以 就会造成 Al2O3 的情形出现 所以 以后的Al3 Compound 都是这样来 写出来的 谢谢 这样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好的一个 教育性的 纪录片 多多 告诉朋友吧 谢谢